Yo 各位同學 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主題叫對數 這在高中數學算是非常重要的大題目 為什麼呢 因為歷屆的學測跟指考幾乎他都沒有缺席 你一定會遇到相關的題目 因此老師強烈建議各位同學 我們在高一先秀說你可以多看幾次 然後呢進入到學校以後學校會教 那時候拜託你千萬務必一定要弄懂它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做對數的介紹 a 的 n 次方等於 b 則符號 log 以 a 為底數 就是把 a 寫的小小的在下方 b 為 正數 a 照樣正常的大小 然後呢要等於 n 好啦 如果你不太懂 老師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換句話說 請問 a 的幾次方會等於 b 那這個答案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呢我們用符號來表示 就是 log 以 a 為底數 b 為 正數 然後呢等於會某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我們要的 也就是 a 的這個數字次方 在這裡的話因為是 n 就 a 的 n 次方 要等於 b 好 那我們要講一下 對數的話它有條件 首先你的底數 a 要大於 0 然後呢 b 也要大於 0 而且 a 不能等於 1 這樣才會成立哦 好 我們舉個例子 第一個 2 的 10 次方會等於 1024 各位同學在國中的時候應該有背過已經很熟啦 所以 log 以 2 為底數 1024 為幀數 答案等於 10 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你問 請問 2 的幾次方會等於 1024 答案 log 以 2 為底數 1024 為幀數 ㄟ 等於 10就 2 的 10 次方 等於 024 第二個 根號 3 的平方會等於 3 好啦 那 log 以 根號 3 為底數 3 為幀數 答案等於 2 也就是說 如果你問 請問 根號 3 的幾次方會等於 3 答案就是 log 以 根號 3 為底數 3 為幀數 ㄟ 答案是 2 嘛 所以 根號 3 的 2 次方會等於 3 再舉個例子 2 分之 1 的 3 次方會等於 8 分之 1 所以 log 以 2 分之 1 為底數 8 分之 1 為幀數 答案等於 3 好啦 一樣 再問一次 請問 2 分之 1 的幾次方會等於 8 分之 1 呢 答案就是 log 以 2 分之 1 為底數 然後 8 分之 1 為幀數 因為得到的結果是 3 所以 2 分之 1 的 3 次方 等於 8 分之 1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